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岁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就开始介绍钱 然后数钱这件事情 然后我九岁的时候非常有系统的教他 有系统 对 非常有系统 我是从零用金那个教 作为一个教学的工具 其实因为零用金像我自己有三堂课 一堂课就是零用金怎么给 然后零用金怎么花 其实我希望小朋友花钱 就像你担心小朋友会变成小气鬼 我不希望他做这件事 第三个零用金怎么存 所以其实如果这三个都交完之后 你不用太担心你的小孩会乱花钱 那你教他怎么花这个是怎么样的 没有 我教他怎么花就是 我们其实会先用便利贴或随便指 你家有的 我们就会先写说 你这月 比如说这礼拜零用钱 我这一个礼拜给50块 那50块之后我们就会 我一开始就告诉他说 如果弟弟你愿意存10块钱在妈妈身上 一个月后是存40块嘛 一个月后我给你50块 利息是10块钱 利息耶 所以其实我是在过程中 马上就告诉他有利息 跟存钱这件事情 在我一开始给零用钱的那一刹那 我就开始讲了 他听得懂吗 他听得懂 然后他就说 他后来跟我说 他想给我80块 因为他想变成 凑100 对 凑100 他就觉得100他觉得赚更多 那剩下不是就还有 80块之后他有120块对不对 因为200块嘛 那120块他就可以决定他要 做任何事情 因为有很多 爸爸妈妈给零用钱之后 会干涉 对 然后到 比如说到电影里他就说 那个你很多你不要 那个你不行 那我其实很反对 父母做这件事情 因为零用钱 你告诉他 为什么要零用钱作为工具 是因为他必须要知道 他的支出跟收入 然后他会去调整 他有个自由支配的权利 因为他等于是说 这笔钱就是我的了 我要管我自己的那一笔钱 因为你要让他有真正 管钱的感觉之后 他才会觉得说 我要怎么去支配 然后我为什么要存钱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有系统交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第一个我很担心 我老的时候 变成被啃老的啃老主 我是真的担心 现在这个好好交 对 所以养儿防老已经变成 养儿千万不要啃老 对 时代经常改变 对 真的 怎么交他可以不要被啃老 就是他自己懂投资理财 懂得风险 会自己投资理财 然后透过 第一个他自己不缺钱 对 透过那个被动收入增加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父母在教小朋友投资理财的时候 其实你的观念在进步 因为你必须教他 你一定要熟悉 或是你至少了解一些些 所以你也不会变成啃孩子 就是一个是小朋友啃你 一个是你没钱之后 老的时候你去啃你的小孩 所以这件事是 我觉得是两边都有利润 就是都是很好 真的 那小朋友问题 一点串问出来 你可能自己都被考倒了 对 那你就会去找答案 或是你就会开始上网 去Google说 怎么样是一个比较正确的 所以他如果自己有一笔存款 他想要买玩具或买什么的 像刚刚讲的买switch 可能全部都会花掉 都可以 都可以 你都ok 我都ok 因为第一个是 你一定要让他有消费的欲望 但是是有目的的消费 就说像通常他要买东西 我儿子最近买了电动滑板车 其实也不便宜 但是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弟弟 你有想得很清楚 你要买吗 那他就说 我就说那考虑两个礼拜 就两个礼拜之后 你还是很想要那个东西 代表你真的很想 不是冲动 对 那你就决定 那你就是自己花钱 那他就是把部分的投资拿出来 他就真的去买了 我觉得这点不简单 让小朋友觉得 你就是要花你自己存的钱 这是很容易沟通的吗 有些小朋友就是要跟父母亲 要更多零用钱 应该不会 我觉得蛮好沟通的 如果平常有按照那个 从小 有一个规则定在那边 都可以沟通 万一妈妈很爱买 妈妈是购物狂的 可以妈妈买一档这东西 我都不能买 所以妈妈自己要收敛 或是东西要藏好 东西要藏好也是 对